过火木,同流金夕阳钟表,刻有龙文、凤凰等图案的石刻和砖雕,黄、绿、蓝、黑各色流利,明亮的色彩与烧焦的过火木形成鲜明对比,无声地诉说1860年圆明园遭受的劫难。 9月20日,圆明园修复1860二期成果展向媒体开放。 据悉,此次修复的文物与一期相比,年代相对完整,包括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,幼色多样,包括青花、幼里红、季兰、青幼等,修复件数也比第一期多,共修复文物11件。 其中,雍正朝官瑶瓷器在圆明园遗址出土较少,十分珍贵,现场在二期项目中首次修复的雍正青花碗引人注目。 它是有很多片组成的,然后老师呢,现在已经正在对它,已经成型了,就是粘节已经完成了,已经成型了。 这件瓷器呢,是典型的康熙官瑶的一个瓷器,龙文呢,非常的有康熙朝龙文的特点,非常的勇猛,非常的刚进。 文物修复室内,康熙季篮右盘,康熙青花连拌石榴文碗等十件精品瓷器也一同修复。 这批瓷器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缺,断裂污垢还沾染有胶带石膏等陈旧修复材料,给修复工作带来不同的难度。 除瓷器外,一尊极带修复的地天母佛像也首次展出。 因为它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,在地下埋藏的时间比较长,表面已经有些有害秀了。 在对它进行表面击除有害秀和污垢的去除以后呢,我相信它底下的这个地天母三个字的佛名呢,会更加清晰。 现在是在这个位置,有地天母三个字。 据悉,文物修复专家将通过分解、清理、粘贴、补配、找瓶、作色、绘纹式、上诱、做效果、拍照、形成文物修复档案及专家评审等步骤,将破碎的文物修复完好。 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推进,圆明园遗址内出土了大量文物,包括石刻、流利、瓷器等。 其中瓷器碎片就高达10万片。为了让破碎的文物重新呈现在大众面前,2019年4月24号,圆明园启动修复1860项目,完成青花蝉之莲瓷绣墩、康熙团龙温瓷碗等六件瓷器的修复工作。 8月28号,圆明园启动修复1860二期,继续修复出土文物。修复后,11件文物成品将在圆明园展出,同时进行3D扫描。 收入圆明园线上数字博物馆,游客可在线上观看。